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 喵哥 前段时间有朋友问我 说我们开车跑高速的时候 在雨天是不是要把循环模式开成内循环 因为这样的话避免 尤其大货车卷起了水汽进去 把空调滤性打湿了 这样的话就会发霉发臭 为了求证呢 我也是废老师了 我今天趁着下雨 我跑了100多公里 跑到猪猪来了 当然来猪猪不能白来对不对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大神 我来打个赌 看看到底湿没湿 如果说湿了 今晚上我请他吃饭 来 这位大神来了 别个人吃我吧 我赌没有湿 他赌没有湿是吧 对 他是喜欢干的 我喜欢湿的 现在我们就拆出来看一下 认证一下可以吧 行行行 现场拆 拆了给大家看 老师傅出手 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现在拿出来了 来看一下 我很期待 今晚上的这个饭 到底是谁请 没湿 真没湿吗 对呀 你看前面都没湿 真没湿吗 对 看来你这晚上的饭要请定了 哈哈哈哈 我刨100多公里 刨到猪猪来请你吃饭 你看都是灰都是干的是吧 都是灰 你看 好像真没湿 对没湿 他怎么就没湿呢 我感觉有点湿了 所以这里没有湿的话 里面就不会湿 也就是实际上这个气流进来之后 藏出来这一块 把这个都挡住了 对 基盖把它挡住了 按我们平时正常的脑袋子 想象这么大的水汽 应该会开外循环就进去了 如果你不装这个基盖的话 它肯定就会进水 但是这个基盖 它的密封性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看出来 因为它这个边上都有条 都有密封条 看到没有 是吧 对对对对 整个都做了密封条 你看这里都没有湿 对 你看这些东西都干的 也就是实际上我们单线的问题 其实这个汽车工程早就想到了 对 所以你是多担心了 你只要担心今天晚上 在哪里吃饭的问题 好吗 地方你选 好 这里来了这里你熟 好了 刚才这个小熊野 这个现场跟我们一起这个验证 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担心的 跑高速的时候 雨天在很多水汽的时候 开外循环的话 是不是这个滤行会失掉 我是亲自测验了 我刚才来的时候 100多公里 全部都是开的外循环 而且大货车卷起来的水汽特别大 现在有了大神的验证 这下我们该信了 现在吃饭去 可以啊 走 走走走 你叫力吧 我没吃饭去 走走走 为了验证 刚才小熊说的 到底成不成立 我下一集 我总共把这个鸡盖打开 我直接用高药水 先来水汽往这个地方喷 看看空调略形 是干的还是湿的 到时候如果说成立的话 看看是不是 我得想办法再让小熊 把这种饭给我找捕回来 我不能白跑100公里 我过来请他吃饭 我心里极度不平衡 我跟你讲